未來颱風天停課不停班 做家長的不必再擔心 孩子沒有辦法親自照顧了 行政院會今天通過了 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修正草案 也就是以後在天然災害停課的時候 如果家中有未滿十二歲 或者是國小以下的子女時 家長可以向雇主申請 有心家庭照顧假 一年最多七天 最快明年元旦就可以實施了 先前南馬渡颱風清洗臺灣 引發了停課不停班的爭議 馬總統強力要求勞委會 增訂有心家庭照顧假 今天在行政院會通過之後 將列入立法院的優先法案 希望明年元旦就可以上路 勞委會推估從九十年到九十九年 各縣市 過去曾經停課不停班的天數來算的話 平均一年是零點三天 所以估計將會影響雇主的負擔 大約是一點二億元